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作为一个有着常年阅读习惯的人 我几乎是来者不拒的 什么样领域 什么样方向的书呢 都愿意去读一读 但是网络小说 述我之前 我真是一本都没看过 但是我没看过 不代表人家不好 我这些年来经常听别人介绍 说网络小说产业在中国 绝对是一个刚刚兴起的 非常大的产业 很多作者因此而致富了 甚至前两年 我们不经常讲文化软输出吗 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日本能输出音乐动漫 韩国能输出电影艺人 我国的网络小说产业 近些年也在输出 很多国家纷纷把我国的网络小说 移成他国的文字 然后占据畅销榜的前几位 咱们这么讲吧 还是有相当一批读者 愿意去阅读这个网络小说的 大浪淘沙之下也涌现了很多 非常优秀的作者 只不过最近 王小介出了非常轰隆的大新闻 相信这两天 大家也看到了 几乎是全行业的 揭竿而起 网络小说的作者们 突然发现 一夜之间 他们跟平台的关系 从这个平等互利 共同创业 变成了 作者成了包身工 成了写作的奴隶 而且人家给你的是格式条款般的合同 规定的特别详细 这个权力你没有 那个义务你必须尽 详文我就不讲了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对于作者来讲 你只有签或者不签 两个选择 以前我们就跟大家讲过 任何一种行业 竞争走到最后 一定会走到寡头竞争 甚至一家两家独大的局面 我们不说网络小说业 因为可能很多人 对网络小说不是那么熟悉 我们可以讲讲 外卖行业 大家发现没有 今天你去点外卖 实际上你只有两家可以选择 我们都可以用颜色 来对他们做一个简单的区分了 由于能够跟你提供外卖的平台 只剩下两家了 所以今天是平台独大 消费者你只能接受这两家平台的服务 外卖起手 你只能到这家应聘 或者到那家应聘 更惨的是商家 虽然每个城市都有上万家的小餐饮店 但是你只能跟这两家签约 甚至有地方人就说 你只能跟我签约 你跟我签了 你就不能跟别人签 而且当平台独大的时候 前两天我们讲过 人家某个平台跟商家的合作协议是 你每一单要给我抽成20% 甚至25% 甚至接近30% 是的 顾客点100块外卖 有快30块钱了 要给我平台拿着 你餐饮店不同意 不同意没用啊 你除了我之外 你还能选择谁 在疫情期间 说实话 有成千上万的餐饮店倒闭 有很多人啊 现在不选择到餐饮店堂食 外卖成了大家点餐的一个重要手段 对于很多餐饮店来讲 不做外卖 你就得饿死 但是做了外卖你也未必好到哪去 因为平台抽的太高了 做了外卖你可能是慢慢等死 那么怎么办 对于一个庞然大物的平台来讲 商家也好 骑手也好 消费者也好 虽然人数众多 但是我们是一盘散沙呀 我们每一个个体加起来成万上亿 但是我们面对平台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一个个体 只能接受人家的安排 网络小说业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那么怎么办 广东省餐饮协会开了个好头 前些日子我们也聊过了 广东省餐饮协会就行文给某个外卖平台 跟他商量 你看看疫情期间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你能不能把你平台的抽成降五个百分点 让我们这些餐饮业同行啊 能够多少赚到那么一点点钱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为什么 可算是有人站出来为广大餐饮业的从业者讲话 你一个餐馆一个餐馆跟着平台提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才是你跟才是一只蚂蚁一样 但是如果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协会 能够用集体协商的方式和大的平台谈 或许还会有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也真诚的建议 网络小说的作者们 你们看看能不能找找组织 能不能抱抱团 单个人跟人这谈 什么好结果你都谈不出来 只有集体的日量 才有可能让你们拿到应有的权利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 我们也得提醒这些垄断的大平台们 你收了餐饮业那么多钱 很多餐馆只能把成本转嫁给普通消费者 原来250克肉 我现在放200克肉 原来我用最好的食用油 现在我只要不用地供油就得了 我只能从成本上克扣下来 网络小说又何尝不是这样 即便是写网络小说的作家 咱这么讲 也是需要灵感 需要创造力 更加需要辛劳和汗水的 如果你这么盘剥他们 那么未来只有一种可能 劣币驱逐良币 现在就有人说了 以后是不是所有写网络小说的 都得找个AI 让电脑帮你生成文本 这样你才够得上成本 如果真这么做的话 那么是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从双赢双输 一个好端端的网小产业 会被毁掉呢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